上海两名年轻男女因乔装打扮过万圣节 遭两三名民警带到警察局 有网友透露他们被要求登记姓名 身份证和电话号码 甚至在警局当场卸装 曾经的变装狂欢中心上海巨陆路 热闹光景不在 26号晚间沿路不仅摆上一公尺高的铁栅栏 路边一辆又一辆的公安车望不到尽头 还有大批远警驻守巡逻 当地民众形容有种诡异的肃木感 画面可以看到一名穿着白衣紧身裤 脸上化着浓妆的年轻人被远警带走 打扮成黑魔女的年轻女生 只能到天桥上摆pose拍照 与2023年的狂欢景象天差地远 本市巨陆路158等地 吸引了很多精心装扮的年轻人前往 巨陆路上不少酒吧 餐馆早早推出万圣节派对的活动 吸引顾客参与变装活动 上海去年的万圣节 有人模仿动态清零时期 防疫人员的穿着 嘲讽疫情风控 还有人打扮成监视器 就怕有心人借着扮装闹事 今年上海官方只允许在迪士尼 欢乐谷等大型主题公园内 办万圣节变装趴 上海连万圣节都管控 许多网友批评反应过度 但也有大陆民众表示支持 认为人群聚集容易引发踩踏等事故 TVBS新闻 小明镇 蔡依杰综合报道